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妻子逝世后国经理很长一段时间提不起精神 后来编译们先死 铺在了演艺事业上 至今没有再取 二 陶国强陶国强在七十五年拍摄南海风云而封入演艺圈 后来 台语担任电影小花的男主角 而被大众所关注 凭借英智帅气的外表也是获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 他刚出道也是一直被大家誉为预念小生 随着年纪和增长他的演技更加进展 在音频上 塑造了许多英雄伟人 向观众印象深刻 也是大家贡献的老戏骨 不过这样一位老艺术家的感情生活确实很坦坷 先后有过两次婚恋 第一段婚恋是在七十九年和孙涛姐为夫妻 婚后两人本来一直很幸福 并且孙涛也是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唐国强的演艺事业 并且全身心扑到丈夫身上 以前到晚都围着唐国强转 后来两人还有了一个女儿 不过后来唐国强的事也整整日上 也越来越忙碌 与妻子日上离多 因此唐国强也向妻子提出了离婚 但是深爱丈夫的孙涛不愿意离开唐国强 在九零年的除夕夜 在卫生间里上教结束了自己年近三十五岁的声明 唐国强也因此非常后悔和伤心 不过如今他还是走出了阴影 和仙人妻子壮丽一起生活 并且育有一个儿子 三 周理晶 周理晶是一位国家一级演员 他的戏路非常宽广 在荧幕上饰演了许多经典的人物形象 他的代表作品有《神山泡冰》少校等 在八亿年他和著名舞蹈演员傅春英步入了了婚宁殿堂 婚后两人感情很好 育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在九四年周理晶外出拍戏的时候 妻子傅春英被陆续抢劫的装修工人而杀害 当时在外拍戏的周理晶接到消息后整个人都崩溃了 不相信这个噩耗 随后周理晶也是一直沉浸 在失去妻子的悲痛之中无法自拔 但是考虑到自己年幼的女儿和热爱的演艺事业 渐渐振作起来 如今他也有了新的家庭 和妻子在未生活的非常幸福 夫妇俩也过着简单平淡的生活 四 许家军 许家军 早年通过出演电影《青春自活》而步入演艺圈 后来饰演《寻找回来的世界》里的伯爵一讲 成为了许多女性观众心目里的男神 最近因为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而再次获得了人们的关注 在杜班红的许家军的感情生活 也被受人们关注 他总共有过四个婚姻 其中他对第一院妻子黄建平的感情最深 早年许家军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当演员 也在这里遇到了同位演员的黄建平 两人工作几年后日久生情走到了一起 不过后来不幸的是黄建平因病去世 两人婚姻就此换上了句号 许家军也是长期沉浸在了失去妻子的痛苦之中 不过如今许家军和妻子张树生活在一起 并且与有一个儿子团团 五 简祥祺简祥祺的一名 为小马 她作为台湾节目《魔法宝宝堂》的成员 后来入室了偶像组合超客期 增生与拍摄了偶像剧《黑糖马奇朵》 十一年小马和台湾年轻女模特叶灵汉结为夫妻 叶灵汉在结婚后也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随丈夫定居澳门 两人共同欲有一个女儿 但是在结婚两年后 叶灵汉和丈夫在家里吵架时 她一气之下翻越阳台的栏杆跳下去 年仅二十四岁 那叶灵汉当场身亡 事后简祥祺在社交平台上向爱情道歉 坦言是因为自己外遇 才会让老婆无比伤心和愤怒 并为此后悔不已 不过无论说什么 也换不回来妻子的生命了 如今简祥祺也退出了娱乐圈多年 失去爱人对任何人都是一件打击很大的事情 不过人又悲欢离合 越有殷勤缘缺 希望每个人都能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意外和挫折 上述五位男星都经历了痛是爱妻的痛苦 也曾一度陷入在失去爱人的悲伤中 幸运的是他们最终都走出了黑暗 重新拥抱新生活 看完了五位经历过丧妻之痛的男星 图一剧间微曲 突兀坦言是自己害死妻子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